台东陆野地区除了有一棵很大的盆栽圣诞树之外 也和机关学校合作 大家也都做了可爱的环保圣诞树 还有不同的意思以及传递 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构思 我们希望说今年我们公所办这个活动 有几个重要的特色 除了有光雕之外有绿雕 最主要是我们也响应的各机关 我们的学校还有社区都能够来参与共襄盛局 那我们在社区机关方面就提供了一个构思 叫做环保圣诞树的创作的比赛 所以说这边来呈现的有各个学校 以及我们社区以及我们各机关 他们所呈现的一些创意 像这一个这是我们陆野卫生所来呈现的 他的集体创意 你要他把他的卫生所的国防疫苗 做这样一个创意 陆野乡公所同仁表示 未来也期盼大家可以一起来响应 环保圣诞树发挥创意 点亮圣诞节的夜晚 以上新闻记者张玉成政府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